海葵真的虐詐各地 所到之處都是像這樣 封牆宇宙 金門的金湖鎮到處積水 即使到了隔天早上 水都還沒完全退 夭壽 而且整路上都是紅泥水 騎車開車都得小心翼翼 就怕一個不小心摔車了 甚至阿伯家的紅磚骨措也毀了 但金門的風還是很強勁 麥克風幾乎都只收到風的聲音 五號離島 金門 澎湖縣政府 都是宣布正常上班上課 沒有達到放假標準 只是家園遭海葵鬼了 還得要出門上班無法整理 不少民眾就灌爆縣長臉書 都說你要確定 外面好多地方都淹水 縣長都不去看一下的嗎 畢竟放不放假真的各有立場 這頭不少人只想快快恢復日常 因為被困在澎湖好幾天了 一早澎湖機場涌進人潮 連續兩天國內線都停飛 三千兩百人沒有飛機可搭 拳擊到櫃台前想問問 有沒有多的機位 甚至為了搶後補 有人凌晨四點就來排隊 只是機位有限 螢幕上的人數截至五號上午 還是有兩百多人等候補 航站也趕緊跟民航局 以及航空公司聯繫 加開班次 希望能讓大家都搭上飛機 快快回到工作崗位 TVBS新聞陳平橋 城鎮仙倫 澎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